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其實啊 這個演習 看它的內容啊 是等於剛開始的一個 比較初級的訓練 那這個演習主要意思是 相裝舞劍 自在佩工 你看啊 俄國不是水面艦很強的國家 波羅的海艦隊 太平洋艦隊 都是很老舊的船子 但是俄羅斯的潛艇可是世界一流的 在北方海域 中國大陸最有名的是現在驅逐艦 這個萬噸大驅 水面艦又新 戰力又強 有飛彈 有防空飛彈 有攻這個海對陸的飛彈 它如果跟俄羅斯的潛艦 在這邊演習的話 這個威脅就很大了 它不只是對四島 你看它在北方嘛 北方靠近哪裡呢 北極 這個白令海峽 白令海峽過去就是美國的領土 阿拉斯加 所以你要看啊 這個演習去擺哪裡 它都有戰略含義的 就是說你現在第一島鏈已經撤了 那我只要警告日本 因為將來在東北亞 美國要想插腿的話 它唯一最大的基地就是日本 對 能夠幫助美國作戰的也只有日本 當然日本的決心到現在我們看不出來 口頭叫叫 只是要拉升了美日的核子保護傘 但是日本對自己的防衛很care 因為美國的傘可不可靠啊 看俄乌戰爭就有點心裡面有點毛毛的 好像都破洞了 對 對 所以你看他最近說要發展中程飛彈 他為了還表示沒有攻擊大陸的意思 主要是對海 你只要不登武我就反艦飛彈 那沿著這個日本的本島一直到南邊 珍珠鏈上 美國也樂見其成 我離開了第一島鏈 你填補我的空隙 但是這個最近 這個演習的含義很多 在北方看起來我可以對你北方釋導 我可以展開我爭奪這個地方 所以也有解放軍的陸軍也參演 但是參演的科目都很淺 就是說一個試探性 但是俄國 俄羅斯的潛艦跟中國大陸的水面艦結合起來 這個戰力就很可觀 那麼何況已經到日本繞島了 不止一次 好幾次 好幾次 換句話這就給日本一個很強烈的一個信號 如果說兩岸發生戰爭 你要想插一手的話 你有滅頂的威脅 我連你一起打 這是一個警告 你再看 美國不是在全世界每個海峽在砍人家脖子嗎 那為什麼伊朗會上一次參演俄羅斯的演習呢 伊朗也有一個荷木之海峽啊 對不對 你瞧我的我也瞧你的 伊朗也沒有什麼很強大的海軍 但是俄羅斯跟它兩個聯起來足夠控制一個海峽 所以這個東西就大國博弈裡面 你下每一步渠後面有戰略的含義 我們不要只看著四島這個北方威脅了 他下這個渠不是憑空隨便下嗎 那麼也證明我很早以前就講了 美軍從第一島鏈撤退 這個他怕死人 那麼我上次也講了 他退了關島 再往美國那邊靠的話 他是後退決戰 後退決戰 因為後退決戰是 中共的陸機飛機就沒辦法飛到這麼遠 他就脫離中共的軍力範圍 他就安全了 而且他離自己古希線也近 那中共要去打 找海上決戰的話 你轟溜就算給他空中加油 也去不了幾架 所以美國的優勢就在這個關島 關島以西 以西 所以這個我們看軍事很簡單 看實力講話 不要聽那些旁邊喊打喊殺的政客 媒體的危言聳聽 這個東西就是說你實力是這樣 他必然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一盤旗 北方有了一個新的戰場 有新的威脅 對東北亞日本你夠乖一點 你不要想做任何東西 因為日本現在也在關鍵 修不修憲呢 對不對 是不是跟美國進一步結合了 是中程導彈 美國也缺日本也缺 現在是不是要做 做從研發到是不難了 可是你要生產到量產到部署 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勞工如果趁虛而入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都玩這個game 就是說我下這一步棋 你可能有什麼反應 你的反應是實力是什麼 那他下那一步棋是幹嘛 所以這個我們要看這個局 不是看那個點上的局 你要看面的局 所以照理想 伊朗海軍也不強 印度海軍也不強 他跟印度很簡單是拉攏嘛 拉攏以後你這個印太戰略 你的戰力能不能真的威脅到 而後航母一條一條下來 這個一帶一路的水上思路 就把印度拉攏了 美國就沒什麼搞頭了 至於那個蒙古塔吉克參演 這叫政治性的意思 你有拉幫接派嘛 什麼五眼什麼六眼 這個拉 好可思 跨德 對 我這邊也拉 而且拉得很明白 我很早以前就講 陸權國家就要開始抬頭了 以前陸權弄不通 是因為高山叢林 交通不便嘛 現在這個鐵路打通以後 這些小國家要發展 他勢必往你這邊靠嘛 而且美國勢弱了嘛 所以我們看這個大態勢 陸權是慢慢在形成 海權是慢慢在衰落 因為海權的維持費用 美國已經付不起了 就是說又要換新船 又要修舊船 又要養基地 招兵又不足 對不對 所以這些我們從這個大態勢看 這個此生彼長的趨勢已經出來了 所以幾年以後就形成高下立判了 現在大家還在擺動作 擺姿勢啊 喊這個 喊的誰比誰兇誰比誰狠 我們內行人一看 那你已經失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這個棋啊 全盤來看 大面來看 那個小小的戰鬥啊 你進我退那個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專業就是專業 這個將軍講得好 我們要全盤來看 然後看到底誰是 大家都金玉其外 看看誰是敗絮其中 事實上很久以前我們就講過了這個邏輯啦 這亮哥啦也都提過 這個我記得之前就有一個媒體的報導 它的標題叫做東風起西風落 東方正在往上走 西方正在往下墜 那當然這是海權路權 一段時間的更替總會發生嘛 最早就是海權國家嘛 英國海軍嘛 西班牙無敵艦隊嘛 這個荷蘭嘛 通過海上來征服世界 然後到了一戰二戰 就路權國家崛起 但是被海權國家打敗了 可是現在海權國家 英國 美國 是不是因為國力的衰退 因為太強調政治地緣關係的意識形態 喪失了盟友的支持 而導致這些大的陸權國家 跟小的陸權國家 也就是很多人所謂發展中國家 或新興國家 因為基礎建設啦 因為經濟投資啦 而相互的結合 所以這又是一個新的 陸權時代崛起 而海權時代可能 慢慢沒落的關鍵時刻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好 好 好